一彩 这一彩宣告台中市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全面启动 这条路台中市等了20年 经过5任的台中科学园区的理事长 工程得穿越国道一号省到台74线 还有高铁轨道与发紫溪河岸两端 台中市的市政路延伸案要串联七起重化区与工业区 第二标的动土典礼上建设局长简报之际 突然飞来一颗红色气球 红球部偏不已碰触到卢秀燕头部续经一场 台中市区西南屯环内外往返洞线 除了台湾大道 朝马路 往南还有五泉溪路 向上路与永春路 但介于朝马路与五泉溪路之间 有2.5公里的距离没有贯通环内外的路线 于是拍板确定让市政路进行路线延伸 道路延伸工程持续进行 卢秀燕也被问到 回到建设台中捷运南线 我们的财政经过努力之后呢 那有遵守财政纪律 可是如果努力去处理财政 可是我们的补助反而要减少 那大家财政上各县市的帮来弄了 那大家何必要好好的去治理财政 台中交通动脉渴望再加一 卢秀燕并肩转任立委的王玉敏 还有子弟斌廖伟祥与罗廷伟 眼看立委宣誓就任在即 把握时间提醒叮嘱进入中央 心细地方 三零熊杨健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